没有对接头怎么把这两个不同材质的水管给它接在一起呢 因为这两个水管都是一样粗的 而且呢它的材质也不一样 这个是PVC管 这个是不锈钢管 那么直接来接的话肯定是接不上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就是呢我们可以啊 用一个这样的硬铜线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们两个接在一起 接好以后啊也是非常的牢固 首先呢我们操作的时候 先把这个硬铜线给它塞到这个PVC管里面 塞进去以后 先来看一下 让这边这个直径给它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 比它稍大一点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硬铜线给它先拔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啊 先用一个打热机 给它先烤一下 转上圈不停的烤 先给它加热一下 加热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步 就可以快速的把他们两个接在一起 我们看就这样一边旋转 一边给它快速的加热 好加热完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水管就比较软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硬铜线给它塞到这个里面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啊 这样旋转几下 给它先扩个喇叭口 然后呢迅速的把这个 不锈钢管给它塞进去 我们看 这样也是比较紧的 当我们给它塞进去以后 时间往里面先弄一下 这样给它接好了以后 它虽然是接上了 但是呢 它不耐高压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硬铜线给它先剥掉外皮 再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以后 无论水压再大 它也不会漏水了 首先先这样折完以后 然后呢把它就这样 绑在水管上面 先来绑着头 用大钳子 这样给它先拧牢固了 我们看 这样给它拧牢固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拧这一侧 用这个方法拧完以后啊 它两边受力点都是一样的 拧到非常的牢固 它也不会漏水 到最后呢 我们把这边给它剪断 这样接好以后 无论水压再大 它也不会撑开 非常的好用这方法